台東火車站附近的明安街 原本這裡其實是人形專用道 但現在民眾發現根本雜草 從生像是廢墟 民眾說觀感實在不假 雜草從下綠色地面還依稀看得出人形道的標示 距離台東火車站不過短短幾百公尺 整條人形道幾乎都被從地面裂縫 冒出來的野草淹沒 台東縣府兩年多前 以前瞻計畫經費完成台東火車站 附近道路友善行人改造計畫 沒想到移交給台東施工所後 看來幾乎完全荒廢 今年度我們的這個綠美化維護的 這個工作的開國契約 那還沒有發包 目前是在這個預算書的核定中 那我們預計大概最快可能是在下個月吧 下個月可能就可以去發包出去 然後進場去做這個執行 施工所表示在綠美化工程發包執行前 市區除草環境維護工作 全部都是由公園路登管理所負責 由於人力有限能量不足 才會出現部分地區雜草重生的狀況 不過只要民眾有需求可以回報里長或通知公所 就會盡速派人前往清理環境 記者李明德 台東報導